爸 你今天怎么不去放牛啊 搁这干啥呢 找你半天了 牛不想放了 想换一个 牛怎么了 牛那么好 又肯干活 老实又忠诚 耐力又好 怎么就不想养了呢 忠诚有啥用啊 牛它笨呢 虽然干活还可以 但它吃的多 你看吃那么些 挣的钱 还不够给它买饲料的呢 先笨你养匹马呀 马也能干活 吃的还比牛少 马是听话又聪明 但马它金贵啊 再说这马的耐力不如牛 它稍微干点活 它就给你躺下 你动鞭子打上 它也不带动的 而且马对饲料的要求也高 吃不好啊 它就给你撂挑子 还有对猪的要求也高 稍微做不好啊 它就给你罢工 你稍微伺候不好啊 它就给你生病 一生病啊 你就要带它去看病 太难养 那你这样 你养头驴 驴没有马金贵啊 什么活都可以干 驴倒是啥都能干 但是驴它脾气不好啊 动不动 它就给你撂卷子 急了它还咬你呢 那不行 也是啊 你说要是这世界上有一种动物 它对这个饲料要求不高 对猪的要求也不高 聪明 肯干活 效率也高 平时还很少休息 最好是不休息 完了生病呢 它还能自己去看病 也不用拳拴着 倒点它自己就能把活干完 你说要是有这种动物 那该多好 爸 您这话说的 这世上哪有那种动物啊 嗯嗯 喂 你好 我是刚毕业的 我通过面试了 好好 我明天就来上班 工资有点低啊 没关系没关系能接受 要加班 我能加班 我可以 我还加班 还放住宿啊 六个人一见 可以可以 您忘记 我明天自己上道州 一定准时到公司 好嘞 拜拜 不 不 我通过面试了 明天就去上班 我先去准备一下啊 这不找不着了吗 哈哈哈哈 小手小手 短 哈哈哈哈 晨翔六点半